翠綠的蔥段和辣椒薑絲 一起下鍋爆香 再加入海鮮和肉絲 大火快炒後 冒著絲絲熱氣 香氣撲鼻的海鮮熱炒 新鮮上桌 忙著製作賭門醬汁 老闆兼主廚小宇明 有著有黑皮膚及神髓輪廓 還說著一口流利中文 口音也十分台灣 不少顧客都以為 他是華蓮原住民 本身我是泰國菜 泰國人 也會煮泰國菜 然後就這邊拿一點 原住民的菜 這邊拿一點客家人的菜 就這樣我就把它 族群融合 但小宇明其實是 駕鋼的泰國新移民 因為喜歡料理 從當學讀起 從事餐飲業超過30年 至於會走上創業路 全是因為女兒的同言同語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爸爸要不然 我們搬家家酒嘛 你去抓我幫你賣 那時候我女兒才五年級 對 然後我就說真的嗎 他就說真的 然後我就買一個小烤台 一個洋傘 我們就在路邊賣了起來 對對對 那是我 人生的第一次創業 我覺得爸爸他就是一個 蠻獨立的人吧 因為他有跟我說過 他小時候就是因為被排擠 然後他就就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是 台灣人還是泰國人 邊說邊掉淚 女兒很心疼爸爸 原來老闆小玉銘 其歲跟母親從泰國改嫁來台 成長過程遭到排擠 一度誤入歧途 之後在花蓮開始新生活 因為膚色有黑 五官深邃 比原住民還像原住民 我這爪跪 喔 我也漂亮喔 哎呀 再有你 即使如此 小黎銘研發菜單時 人沒忘記泰國的家鄉味 他結合台菜的精華 搭配當地新鮮海產 用獨有的創意菜肴 擄過客人的胃 花蓮好山好水啊 其實一點都不無聊 真的很漂亮 花蓮的海也很美 所以就愛上了 這邊就回不去了 會不會想離開嗎 不會 一輩子都不會想離開 愛自由廣闊的大海 也曖昧時 小玉銘選擇留在花蓮 在菜羊內 融入了多元民族特色 創造了獨特的台灣味 明時新聞趙永博 花蓮報導